拉罕在扎营出祭祀 告知祖林少年们来到传统领域 要进行侯祭训练并扎营过夜 被男祖年度祭典年纪 各部落真陆续举行 嘎地步部落的少年侯祭 在拉罕就是部落领导人的带领下 青年会成员带着15位 3到6岁的打鼓伴 也就是少年会所的少年 来到山林学习传统的狩猎智慧 就是说我们这个一年度的 最后一夜 那个时间就是要来 出来形式我们的传统领域 这个活祭是我们在指导小孩子 在教导他们我们过去的 我们的祖先遗留给我们的智慧 文化传统来指导他们 然后让他们有胆识来山上练习 长辈就地取材 用木材竹子示范制作传统陷阱 少年们在旁专注学习 亲自体验 旁边还有用茅草取代猎物的架子 要训练设计技能 长辈也透过解说 让少年们了解野生植物的特性 我是希望说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父母 meiner能够趁这个机会 认真的 跟我学习 古婆瑜可以消除 小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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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现在才三年级 三年级才可以参加 当初爸爸妈妈叫你上来 你会不会不愿意 不会 我喜欢试胆 很期待 期待 少年期待晚上九点的试胆训练 而透过侯记训练少年 并传承祖先山林智慧 是每年年纪的重要工作 随着新年到来 除了侯记 部落大猎记 跨年季到成年礼等祭典 也即将陆续展开 这一部台东市采访报道